我们经常会在CS店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车 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在市场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而且它们都是各有千秋 很多人在买车也喜欢来CS店 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价钱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会去买二手车 二手车市场也经常有人光顾 里面也有很多不错的车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款车也是一款二手车 不过它的来历有点不同 而且价钱比一般的二手车价钱要高 这款车就是丰田陆寻4600 它的特殊就是它从军队退役的 所以才值得这么高的价钱 不过也离不开大的质量 能在军队里使用 质量当然是没得挑了 购买它花了二十多万 土豪的价位啊 不过毕竟是二手车 所以在外观上看它有点老旧了 但是仍然挡不住它的气质 设计也是非常的有力量感 可能是出自军队的缘故吧 看上去多了一份尊敬感 丰田陆寻的4600的车尾部的设计 显得比较饱满厚重 看起来非常成熟稳重 这款车虽然有几个年头 但是才一共跑了19万公里 而且在军队里的车 没有经过什么重大灾害 所以买它回家还是放心的 它的内部装饰没有那么高大上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家用车的装饰 但是还保养的非常的好 所以也看不出它的年龄了 整个车还是给人一种 朴实温馨的感觉 也很适合家用 所以这也是它为什么 售价那么高能卖出去的原因吧 其实在部队里用过的车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了 很多人开出去也非常的有面子 但是这辆车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的油耗非常的高 所以加油站的老板 应该是最喜欢这辆车的吧